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Dynamic Health 护理实证资源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的话是 EBSCO 公司所提供 换予护理人员使用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跟我们 EBSCO 其他的资料库的差别在于 如果是大家听过的Signal的话呢 它是提供护理的期刊文献的资料查找 那如果是 Nothing Reference Center Plus的话呢 它是结合一些实证的这个资料 然后包含影片的部分 可以在 Nothing Reference Center Plus当中做一个使用 那如果是比较新的 因为它是这一两年才推出的产品 Dynamic Health的话呢 它是直接把很多的证据直接写在这个主题当中 所以它是属于实证实物的内容 会比较多的一个资料库 那它是主题式的内容 跟一般查找文献的资料库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Dynamic Health的话是由 EBSCO 公司所提供的 那我们公司制作超过400多种资料库 包含不同的学科 那这个Dynamic Health的话呢 是我们针对临床护理人员设计的一个资料库 那它是以证据为基础 然后呢把这个主题做不同的分类 也可以让我们在使用这个资料库的时候 快速的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答案 那它也提供一些跨文化的一些 护理照护的一些内容 Dynamic Health的话呢 它还可以提供就是 药物的讯息图片跟影片的部分 其中影片的部分呢 甚至是可以下载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影片的内容呢 下载存到桌面上或者是平板 那它的内容的话呢 做分类可以看得到它把它分成疾病这一类的 或者是症状或者是像做实验 病人去照X光啊等等 或者是药物的讯息 那影片的部分呢 有些是搭配这个技术的部分做说明 那也可以跟院内的一组系统 或者是这个学习平台做一个整合 那在护理介入的主题跟技术的部分 查核的清单都包含在这个资料库当中 那它所引用的来源呢 有些都可以直接连接到出版社的 网站 那它也有持续教育的积分 那这个积分的话就是阅读主题之后 可以累积积分 然后兑换这个积分 那还提供APP APP的话呢 可以把部分的耳朵密尺的内容呢 存到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 那病人的卫教的讯息呢 它也有包含在里面 那它主要的重点呢 就是在护理的技术的部分 跨文化的内容 病人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健康的一些资讯都包含在里面 那在我们这次上线使用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截图的画面 那首先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它的分类有上下 上面的这一排的工具列的话呢 跟下面这些是一样的 就是下面的话做一些图片 所以我们可以用上方的连结 用浏览的方式 也可以点下方的连结 图片的部分进到同样的内容 然后如果我们有登录自己的账号的话 可以看到自己浏览过的内容 那我们这个账号的话呢 它也可以去记录自己的学习的过程 也就是说自己阅读过的主题 那在这个积分的兑换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输入自己的基本资料 然后如果完成它的测验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PDF档 做一个证明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 阅读过的主题 会放在个人的账号当中 然后每查看的主题 都是0.1的积分 那我们如果点选这个主题 点下面的prepare的话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测验 那测验的话呢 如果答错 下面会有提示 所以它主要不是要考导我们 是要让我们真正对这个主题 有一些了解 那如果选好之后 点下面的继续 那通过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 右手边的这边的PDF档 就是我们所取得的这个积分 那这个PDF档呢 长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单位有要求 同仁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呢 提供一个证明 那这个就是一个参考的资料 因为会附上这个名字 而且它必须通过这个测验 那再可以看得到疾病的这个主题 或者是症状的这个部分 那它就是把它做不同的归类 那比如说这个病人去做这个X光 那这边的内容就是怎么去做一个 就是卫教或者是需要护理人员了解的事情 或者是需要知道的资讯都会包含在里面 那护理的接物的方式 就是患者跟家人进行治疗 跟这个行动的一个指南 那它也提供药物的讯息 这些药物的讯息的话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DAVIS的药点 所以我们跟这个药点合作 放在这个药品当中 那技术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提供的技术的内容 包含准备的部分跟查核的经单 那有些甚至包含影片的说明 那这个Tradist的话呢 是可以印出来的 印出来的话呢 它是变成是这样子 可以做勾选的一个清单 那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针对就是部门同事 他要定期做一个考核的话 上面有通过或者是失败这样的例子 还有考的对象等等的签名 所以网页版跟印出来的版本的话呢 会有这样子的差异 然后影片的部分还有图片的说明 有些主题都有涵盖在里面 然后全文的连结的话 可以看得到 点击之后呢 可以到出版社的网站去看全文 那如果它是免费的话 也可以直接做一个下载 好那影片的部分 刚刚也有提到有数千部影片跟图片 包含在里面 Done House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客制化内容是比较独特的 比如说有些主题可能不适合我们台湾 或者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技术或者是内容的话呢 我们可以设定成隐藏 那这样的话通过我们院内网路进来的 同仁就不会看到这个主题也搜寻不到 然后再的话呢 有些特定的主题 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院内的说明 那如果加上说明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补充中文的说明对我们院内的使用者来说会比较清楚 那再的话它可以创建属于我们柜单位的一个技术的部分 也就是除了我们的资料库当中所列的技术的内容之外 我们单位如果有自己的我们都可以做上传 那它有一个表单 停写完之后就会出现在我们的Dynamic Health的网站上 可以看得到呢也可以搜寻得到 那只有我们单位也就是只有我们医院的IP所进来的这个用户 才能看得到这个内容 其他外单位的是看不到这个内容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如果我是拥有一个自己的账号 而且我把这个账号升级为一个管理者的权限的话 我就可以在Dynamic Health的网站上看到这个额外的一个按钮 这边有一个隐藏内容跟增加注记 所以这边的隐藏内容就是刚刚提到的 觉得不是用我们单位的我们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那增加注记的话呢 有点像是在这边加上一个中文说明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院内的同仁看到之后就比较知道 我们院内的流程可能是怎么做 而不是像上面的这个说明这样子 所以这个笔记的功能的话呢也是蛮实用的 然后建立的这个笔记的话呢 它就可以在我们显示在上面这里 所以点进来这个主题的人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笔记 那建立之后删除都可以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客制化上传我们单位 自己的个技术的内容 所以这边的话 右上角的新增技术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选之后 然后呢填写这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如果我们填写之后呢 它会存放在我们上方的这个技术的部分当中 或有一个这个workplace的skills 这里会去存放我们所有自己上传的内容 那搜寻的话也搜寻得到 这边打上中文字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不能上传图片或者是这个影片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把云端的连结放在这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做参考 或者是可以直接摆放 连接到我们单位网站技术的这个 网页的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跟一组系统做一个整合 增加这个按钮啊等等 然后再来我们也符合这个scorm的这个标准 所以如果有我们的这个线上 我们的学习系统如果有符合的话 也都可以做一个整合 然后我们的app它可以做一个下载 不过app对大家来说可能缺乏的一个功能 就是做翻译 如果我们是用电脑版的话 那就可以透过网页翻译 那如果app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网页翻译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它是免费下载的 那认证的话呢 可以直接通过院内的网路 来直接做一个认证 或者是建立账号 直接用账号来做登入也是可以的 那它在iOS或者是安卓的手机上 都是适用的 那这边提到的我们的一些科制化的这个内容的话 包含隐藏加笔记的 或者是自己上传的技术的部分 在app上也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是连接到我们院内的账号 那我们的Dynamic House的话呢 透过手机平板 它都提供网页版 那这个网页版会随着我们的萤幕的大小 会去缩放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 是重新排版过的内容 就不会一直需要去放大它 那接着我们就实际上 进行操作的部分 现在进到我们的实际相机操作的部分 那首先可以看得到 左上方的这个Dynamic House的logo的这一排呢 logo它可以随时点回到这个主画面 那右手边有一个小人的半身的图示 跟一个CE 那这个人头图示的话呢 点一下可以看得到我们院内的一个名称 那它点一下之后可以看得到我们医院的名称 那它有一个注册跟Sign In 那这两个的话呢 是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功能 我如果注册一个账号的话 我之后就可以点这个登入 然后这边的CE的话呢 就是刚讲的可以累积这个0.1的积分 当我阅读过一个主题之后 那我们先跟大家提一下账号的建立的部分 首先的话呢 点击这个人头的图示 点击这个现在注册 那这个Redress Turnout之后 点了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 注册的表单 那这个表单我们把它填写完毕 然后点下方的注册 然后记得这个要打勾 就可以完成注册 那注册当中呢 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密码 密码的部分必须是 就是这边的问号点一下 可以看得到它会有一些条件 不用太长 6码就可以了 那建议的话 比较容易成功的就是要英文的大写 加小写 再一个特殊符号 比如说 金探号或问号这一种 那再加一个数字 那这样的话 英文的大写小写数字符号 我们在6码完成之后就可以成功注册 那email留医院的或自己的Gmail信箱都可以 那下面的姓名 也可以打我们的中文姓名 那不一定要打真名啦 那自己的 科别跟我们的 就是指称也都可以做一个选择 那密码部分 我建议大家打了之后呢 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连同email做一个拍照 这样我们比较不会忘记 那注册好之后 点下面的register就完成这个注册了 那我们就回到上一页 那我现在呢 点选这个sign in 来做一个登录 那这边登录我之前建立的账号 给大家做参考 看登录之后呢 我们的登录的画面 那登录进来之后 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我阅读过的分数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名字 还有名字挂在的医院的名称 那我如果有加的书签 会放在这个书签当中 那接着我们进到 就是下方的这个功能列 跟下方的这个图片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到疾病症状 这边也有 然后实验室内容的话 这边也有 所以它是把上面这个 加上图片放在下方这里 那中间这个搜寻框 如果大家有需要 也可以选择成中文 然后输入中文关键制作查找 它的方法是把中文关键字 用Google翻译翻成英文之后 然后来做搜寻 那我们先点左上方的这个 疾病跟症状 可以看得到 在这边的话 列出它的A到Z 还可以显示 俄科成人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内容的话呢 是都是网页 所以我可以用网页的翻译功能 所以我现在切换成Subit之后 可以看得到 Subit翻译的这个内容 所以如果我要看一下 这个副主动脉流的主题 点选之后呢 就可以进到 副主动脉流的主题 然后我们的主题的话呢 如果是疾病的这个症状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主题的话 对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 会蛮有帮助的 它会有这个疾病 写出我们护理员 需要知道的一些重点 包含这个 六性病学的这个资料 还有就是风险的因子 有哪些 怎么做预防 还有潜在的并发症 等等 那如果是诊断或评估的话 这边也会有一些参考 那治疗的考虑因素 这边也会列出来 好 那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主题 那这个是属于主题 下面的大纲 图片的部分的话呢 是搭配这个主题做说明 有影片的部分 这边也会有 那如果我这个主题 我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新增书签 它就会存在 我的账号的书签当中 那关于就是列出这个主题 是什么时候更新的 还有编辑的名称 那主题的话 也可以列印 或者是分享 到网 分享成一个网址 这个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这个 就是症状的部分 它是按照我们的 身体不同的系统 来做一个分类的 所以如果要看一下 呼吸系统的 相关的疾病的话 那点选之后 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主题 那比如说 我要看一下这个 就是 咳嗽的部分 那咳嗽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它的一个说明 那如果是 这种症状的话呢 它会列出 我们护理的这个目标 还有就是我们护理的这个 介入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也有 跟病人 这个教育的 这个资讯 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 相关的这个 资讯 所以 这些的资料的话呢 大家可以对照 这个参考资料 这个参考资料 都写在上方 这里 所以这边有 列出这个4 或2 这边就是说 它把下面的这些文献呢 整理之后 放在这个主题当中 那如果这个主题 是直接提供连结的 可以连结过去 如果这个主题 看了可能有提供这个全文 那我们点击这个全文 摘要 也可以直接连结到出版社的网站 那这个出版社的网站 是不是能看全文 就看我们院内 是不是可以有订购 那当然如果它本身就是一个 open access免费的文章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阅读 那像这一篇的话 是看起来是免费的 可以直接去打开它的PDF档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上面的主题 我们还有这个测试跟实验室 那比如说病人 他可能就是要去做这个CT 那CT的话呢 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这边针对护原员 需要了解的部分的话 可以看得到 要为病人准备哪些的这个东西 然后再的话 进入的这个方式 就是要让他了解一下 会有怎么样的状况 那怎么跟病人或看护 或家属说明 就是测试前中后的一个 需要了解的资讯 还有就是给他们一些这个指引 那这边的话呢 都会有针对护原员 需要知道的讯息都会列在这里 还有参考的资讯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把它做主题做一个分类 那护理的这个 接入的方式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一样分成不同的科别 所以如果我是跟这个 就是复刻有关的 那点选之后 这边可以看得到一些复刻的主题 那我们搜寻完或者是点选主题 左手边都可以做筛选 那这个主题如果它旁边有搭配图片的话 就代表这个主题有图片的内容 那当然如果我们点显示更多 看看有没有影片 如果它有影片的话 这边出现一个播放键 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图片 我们如果是这个软槽肿瘤 切除的介入 那可以看得到 这边会有图片的说明 然后我们的目标 还有介入的这个内容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相关的 来自于文献上的这个说明 还有它的 就是 卫教相关的资讯 提供给 就是病人或家属 看护做参考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技术的部分 技术部分的话 分成这几类 那其中的话 会有一个您的工作场所 那这个 因为我现在都是网页翻译成中文 所以实际上是英文内容 那这个您的工作场所的话 目前是空的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管理者账号的话 我所上传的资料的话 我所上传的技术的部分 就会放在 技术的您的工作场所 会列出一个清单在这里 那搜寻也可以查找得到 那如果是这个 这个 护理技术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接入的部分 比如说 我如果是要做这个氧气的输送 点选之后呢 透过气管造口膜 给成人服用 这个 就是氧气 那它如果有 影片的 这个图片的话 代表这个技术 包含影片的部分 或怎么使用高虾 气瓶 点选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右手边的图片 影片的说明 那我点选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播放 那影片呢 本身是可以下载的 所以我可以去下载 这个按右键 去下载这个影片 或者是 使用不同浏览器 这边呢 也会有一个三条线 可以去下载这个影片 所以影片 我们下载 可以做存在平板 那做卫教的时候呢 也是蛮方便的 然后这边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 高压氧气瓶的一个 技术部分 它有一个查核的清单 我们有提到 它可以做列印 所以如果 我要列印的话呢 点选列印 可以看得到它的 页面会长得不太一样 这边会显示出 它是可以打勾 没有通过 它就不是 单纯现在这个 网页看到的内容 那影片图片 可以单独做一个 点选 所以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 跨文化的 那这边它会有一些 跨文化的一个资讯 比如说不同信仰的 那包含不同的 这个种族的 那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有 伊斯兰的 那伊斯兰的信仰的话呢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们的饮食 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 它们可能会有 灾界月 灾界月或白天都会进食 所以这边可以提供 给它们做参考 不能含这个猪肉 酒精等等 然后右手边的话 会关于穆斯林相关的 这个就是信仰的人 他可能在就是 怀孕生小孩的时候 或者临终照护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相关的 这个幻文化的技术 需要幻文化的照护的部分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这边也会列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文化概述这边当中 看得到 包含我们这边 可能也会有 泰国人 或者是越南人 那这边的话呢 也可以透过 不同的这个 语言的部分 不同国家区域的人 来看一下 它相关的内容 那接着的话呢 这个翻译翻成毒品 实际上是药品 这个药品的话呢 是由这个 Davis公司所提供的 那我们这边 可以看得到 一样它把药品 分成A到Z的部分 那如果点选的话呢 它会直接 进到这个 药物的讯息当中 那包含药物的 基本资料 副作用等等 它也有 给病人的这个 建议的这个 资讯 可以做一个参考 比如说服用的时候 要不要搭配水啊 等等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还有这个 病人的 卫教的讯息 所以比如说 针对疾病的部分 这边所列出来的 给病人的 卫教资讯的话 它写的这个内容 是比较简单的英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这边的急性腹痛 会有啊 这个疾病的风险因子啊 等等 给病人做参考 它有提供多语言 其中有一部分 是有中文的 所以我点一个 看看有没有中文的 那这个部分 评学的部分 它会有中文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 繁体中文的 因为翻译的关系 那点选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繁体中文翻译的资料 那这个的话 是我们有 请人去做翻译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 翻译过后的PDF档 那如果做卫教 所需要的话 都可以把它下载 列印出来 给病人做参考 或者是跟我们 现有的卫教单 做一个比对 看有没有 需要增加的内容 然后在这边 会有一个主管 这个主管的话 应该是说领导啦 就是Leadership 那这个主要是我们单位 如果有这个管理阶层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比如说人力资源的部分 人力资源的话 我们如果想要看一下 这个会员员的这个 要去留用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或招募的部分 或看有没有 这个员工基地的计划 那如果单位 要我们提供一些 基地计划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这些的资讯 那这些的资讯是哪来的呢 一样编辑 会针对一些文献上 或文章上面 杂志上面有提到的 这些内容的话 把它写在这个主题当中 所以它就是来自于文献 或者是一些 期刊杂志上的资料 那可以当我们在 可以让我们在做 这个管理工作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包含这个主管的话 我们可能在做决策的时候 面对护理人员的护理 或是护理长的这个 工作的压力 或是未来的发展等等 或是什么改变的理论 一些跟管理相关的 这边也可以列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这个 Leadship底下 它会有就是相关 跟我们管理精神有关的主题 这边会列出来 比如说可能 护理人员它 我们一般都是还算不错 但是可能就是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护理师跟这个医生有冲突 或护理师之间有冲突的话 这边都可以看到 会有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那我们再点左上角的logo 那我把它回复成这个原始的语言 那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刚所做的介绍 透过这个就是浏览的方式 搜寻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也可以打上 关键字做搜寻 那我再重来一次 这边所做的搜寻的话 它分成GoTo跟这个Search for两种 GoTo的话就代表说有一个主题 就叫做更换这个PSC的赋料 那还有其他的 所以如果你点选之后 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主题当中 那这些这个有图片 影片 所以你搜寻的时候 如果出现GoTo 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那如果Search for就是把它 PICC 当成关键字去做搜寻 那就可以看得到找到的结果 还有左手边筛选的条件 然后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相关的讯息 那这个的话是搜寻的部分 那我们再点击logo回来 那我们刚提到的积分 刚刚是一点多 我现在阅读主题之后增加到2.1了 那这1.1的主题 如果我是希望完成这个测验的话 勾选之后呢 点这个准备 那可以看得到这边就会有题目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是它我们可以透过翻译 来看一下这个翻成中文之后 这边的这个内容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是点答案的话呢 因为翻译之后它可能 显示上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们可能最好是回到原始的英文 再来作答 那这边的话就出现错误嘛 所以会建议大家 还是在英文界面当中做一个作答 那这边你做的作答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点这个送出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进到第二个步骤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你的满意等等的条件 点这个送出之后 可以看得到你通过测验 就会得到这个PDF档 这个PDF档呢 点开或者是你可以去下载这个PDF档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分数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点这个同意就可以去下载这个档案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下载的这个档案 那这边的话就是截图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再点左上角logo 回到这个主画面 那简而言之的话呢 这一个Dynamic Health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临床上 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 还有就是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知识 那可以快速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Dynamic Health 的一个使用跟说明 还有实际操作的这个介绍 那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跟我们做联系 谢谢大家